这两瓶奶大家应该都认识吧 是哇哈哈品牌的商品 特别是这瓶奶盖 是8090年后的童年味道 这几天哇哈哈在网上特别的火爆 我开始也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一个老品牌突然就包火起来了呢 通过网上了解我才知道 这种中晋后老先生聚事之后 全中国人民在缅怀他 去购买哇哈哈的商品 为了感恩他 我也了解到 中老先生在生前 帮助过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所以他聚事之后 中国人民为了缅怀他 去疯狂的购买哇哈哈的商品 通过这件事呢 我也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团结性 还有每一位中国人民都有一颗 懂感恩的信 中国人民对国货的支持 之前呢 我也拍很多视频 跨过中国 有很多人在评论下说 你们外国媳妇天天是跨中国 为了流量 为了赚中国人的钱 那今天通过这件事 还有三年的疫情 中国政府对人民的负责 中国人民团结配合政府的安排 你们还说我们是为了赚流量 为了赚钱吗 我们在网上夸中国 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都是我们在中国生活长久之后 才感受到的